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web server 也就是web server的基础要了解HTTP这个东西 那我们上次看过的那个Socket的那个写法有分UDP对不对 他分TCP嘛 那UDP跟TCP其实是我们不会去了解那个结构 了解封包的结构,我们就可以用 因为你只要透过Socket就可以去做这件事 但是HTTP就不同了,你要稍微了解一下HTTP的结构 不然的话你就要用更高层的元件 不过我在这边希望各位在HTTP上面可以 不需要仰赖更高层的元件就可以自己动手 所以我们直接从Socket开始 直接进入HTTP来建一个web server 好,那所谓的协定是什么呢? 就是一组通讯格式 再加上互动的方式 就是协定 一组通讯格式 我应该传什么给你 接下来你应该传什么给我 我传的格式是什么 你传回来给我的格式是什么 格式都讲好了 然后流程也讲好了 通讯协定就完成 OK 所以听起来应该很简单嘛 他事实上以HTTP而言真的是很简单 有些协定是蛮复杂的 但是HTTP而言真的是很简单 那我们看到的web 他是一个client server架构 什么叫client server架构 我现在连到的这个网站是不是dropbox 他在哪里? 理论上他应该在美国 dropbox应该是美国的吧 那所以呢 除非他像google一样在台湾有建一个中心 否则的话呢 其实我现在这个连上去是绕了地球一圈 之后呢 这个网页才传回来 对吧 应该说 绕去又绕回来 我不知道他怎么绕 因为中间的网路怎么绕 不管 不过各位现在可以用很快的网路 各位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过度投资的关系 那为什么会过度投资呢 因为2000年网路泡沫 所以各位现在会用到很快的网路 是因为在2000年网路泡沫之前呢 大家对那个网路的期待 已经到了疯狂和坏想的程度 所以一大堆资金全部都投入在网路股 然后建设了超级无敌多的光纤网路 所以从2000年滑下来之后 光纤网路的成本变得几乎不值钱 所以我们现在看网页 或看影片居然是上美国的最快 因为那时候美国铺了超多的光纤网路 把整个地球都包起来 好这样稍微有点概念吗 好所以呢 既然光纤这么多又不太需要钱 对不对 那就用啊 我想看一个网页他在美国就用啊 所以那个硬底基础建设过度投资的结果 其实往往到最后是好事 不过对投资者而言呢 就是悲惨 但是你没有出到钱就是好事 你出到的钱就是悲惨 好那接下来呢 Web是Client Server 它所牵涉到的三个技术 第一个叫HTTP 第二个叫UIL 第三个叫HTML OK 那什么叫HTTP呢 其实这个比较困难一点 那比较简单的是UIL UIL各位应该很容易了解 这是一个UIL 可以清楚吗 这是一个UIL 那通常我们所指的UIL 会是指前面这一段 那后面这个 警字号后面这个呢 是 是他的那个超连结标记 OK 那如果是问号 问号后面这个是参数 现在这个没有问号只有警字号 所以是它是后面的这个段落的超连结标记 OK 好这个东西就叫UIL 就是网址 如果你把它写成中文 那应该会翻成网址 所以UIL很简单 你现在都在用UIL 用这个东西 那HTML是什么东西 各位应该都学过啊 虽然各位可能跟我讲说 那个那门课就忘记它 当做没教过 但是 但是你至少应该有看过 应该有看过 那 像这样的东西是HTML 看起来很复杂 对不对 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呢 有一些重点 它好像 就是有开始就有结束 对不对 而且都是用 都是用这个大鱼小鱼 这种框来框起来的 好 然后有开始就有结束 那这些符号做什么意思呢 用来告诉浏览器 我的格式要长怎么样 我这里是要标题 还是这里是要一个 一个列表 之类 甚至要有一个表格 那 另外呢 要有像超连结这样的东西 这个叫超连结 OK 那 有这样东西的 格式 像这样就称为一个HTML的档案 一个HTML的档案 或HTML的文件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我们有这个超连结 对不对 我这个连结连到哪里 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的中文版的连结是 zh.wikipedia.org ok 所以我这里 就会出现一个维基百科的连结 然后呢 当我点下去之后 它就会跑到这一个网站 对应的这个HREF里面的这个网站 那这个就是超连结了 那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我写 陈州城延伸至维基百科的作品 那这个维基百科呢 我点下去 他就跑到中文版维基百科 那你会看到 他明明应该跑到这个 ZH.wikipedia.org 结果为什么又跑到这里来 后面多了这些入境 那这是因为 当我们把这个砍掉 你会发现我把这个砍掉 对不对 我再打Enter 他又跑到这里来 因为 他会进到这个网站的 的 跟路径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导向 做了一个转向 网址转到 他觉得希望你看的那个页 OK 所以他其实有做了一个转向的动作 才会跑到这里 好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说 OK 这个叫超连结 那早期的HTML 其实很简单 就是 他就只有超连结和文字而已 那后来慢慢就衍生出 有各式各样的排版 还可以放图片 然后 最后影片啊 通通都可以放上去 但是最早最早 其实是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超连结加文字就好 那我们今天想 要给各位看的就是 我们选一个web server 至少他能够处理超连结 然后文字 普遍 就够了 那其实那个web server 基本上你要放影片上去 应该也没问题 因为现在都是浏览器在做 也不是 也不是server端在做的 那你只要把影片 转成那个 网路上的格式 比如说 WMV啊 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MP3 MP4啊 之类的 就可以 好 所以呢 我们 就 就 看到说 ok http 的程式设计 其实就是 我们现在指的是web的程式设计 那 也就是由网址 和html 这种文件 再加上一个 用来规定怎么样传输的协定 所合成的东西 叫做http 那这个东西 应该就叫web 所以这是一开学 我跟各位说web跟internet的差异 要各位认清楚的地方 所以你用浏览器上的大部分是web 大部分 有少部分 比如说你用浏览器上面却灌了pcmang 那你上的就bps 就不是web ok 但是现在那个 其实台大的ptt 他好像也有web版 只是 大家其实还是会用那个 bps版的去po文 那web版通常只是看 那这是1991年 有一个 有一个人 其实 他在当年恐怕是个工读社 你看 那他发展出来的 那1991年 Tim Fernley 他在那个欧洲的同步加速中心做工作 那他为了要让一些物理学家 互相之间可以看对方的东西 然后呢 他就发展出 ok web这个东西 很神奇的 那其实他还有写了一本书叫做 诶 我忘记了 好像中文名字叫一千零一王 还是什么 那 讲述这一段历史 稍微 查一下 那英文是web in a way 英文是web in a way web in a way 这是 Tim Fernley的一本书 web in a way 那中文 我有买 印象中好像叫做 一千零一王 那他里面讲的很详细的这个 這本已經絕版了 我覺得他寫得蠻好 他把整個故事講得很清楚 而且他的動機啊 為什麼要創造出web這個東西 他寫得很好 有進去可以看一下 1001 如果圖書館有可以去見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學他所發展出來的東西 背後的技術 那Tim Bonnery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被尊稱為web支部 那後來那個W3C就是由他來主持 W3C是用來定義web上面的通訊協定的那些一個組織 那本來其實這件事情是由IEEE在做的 但是因為web越來越重要之後呢 就再成立了一個W3C 那當然這邊也牽涉到一些國家之間在於自訂規格上面的角力問題 那台灣呢 基本上在這裡是沒有發言權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都是跟著跟著他們走 OK 好當然其實你也是可以參與 W3C是開放組織喔 就跟H3POE一樣 那可是 就是當然你會發現說 像W3C是美國人比較多 絕對是比較多的 好OK 那所以web到底做什麼事呢 他做的事情 一個web server的功能其實很揚 所以第一個 他接收瀏覽器傳來的網址 就這個 好 接到這個網址之後呢 他取出對應的檔案 像對應的檔案就是這個 好 如果以Dropbox的網站 他可能 某個資料夾底下有個U資料夾 因為資料夾底下又有一個1015853的 裡面再有一個web 再有一個CS 啊這個都是我自己建的嘛 因為這是我的Dropbox OK 好 那當然如果是以檔案的形式存在的話 那就是資料夾 有時候也不見得是資料夾 因為你可以把它弄成是從資料庫查詢出來 再丟上來或之類的 好 那這樣就會變成網站程式 好 那接收瀏覽器所傳來的網址 接下來呢 取出對應的檔案 譬如說 他就會取出http.html 這一個檔案 取出來 把檔案傳回給瀏覽器 OK 那就 檔案傳回給瀏覽器 瀏覽器收到之後呢 就把 收到的檔案 長怎麼樣子 就是剛剛這個樣子 S碼的這個樣子 收到的這個檔案呢 把它解讀之後 畫在畫面上 那各位一定會覺得 畫要畫多久啊 其實真的是很大的一個功夫 因為畫面是一點一點 一個pixel一個pixel這樣畫 所以他要畫多久呢 你看這個1024x768的話 他要畫100萬個點 而且呢 你每次轉的時候 他又要 都要重畫 那這邊就有很多顯示技術存在 那這些顯示技術我們都不用管 因為現在的電腦作業系統都有提供 你Windows 你需要去處理這個程式嗎 不用 你只要 寫個 開個form 然後呢 就出來了 對不對 加一個IEU瀏覽器 你甚至可以不用寫程式 就弄個瀏覽器上去 那但是 事實上背後的功夫是很大的 所以 如果我們今天 上這個課我要教各位的是 我要寫一個瀏覽器的話 那我告訴各位 我們可能要做三年 都做不到 但是呢 如果我 教各位怎麼把IE 放到Windows裡面 那我只要 花三分鐘的時間就可以把各位交完了 OK 那所以差很多 那我們現在用的往往是很高層 很高層的 那所以我們不用處理到那麼低層的東西 我只要做這幾件事情 就可以寫一個web社會 我只要用現成的瀏覽器拉進來 我就有一個web的瀏覽器 那這個接收傳回過程當中 所有資訊都一定要有一個格式 否則的話 我傳給你 你怎麼知道說網址在哪裡 那其他訊息是什麼 除了網址意外 還會有一些其他訊息 那格式是怎麼樣 你到底是 只傳一個網址 還是有換行 換行之後有沒有空格 空格之後有沒有內容 都是問題 那所以 這時候我們必須要按照固定的格式 那這個格式就叫做 hypertexttransformprotocol-httb協定 hypertexttransformprotocol-httb ok 那httb協定呢 它是建構在網址上的傳輸方式 比較早期它只能夠傳輸httml檔案 那後來它連那個影片啊 動畫、簡報啊 或者什麼都可以傳啊 其實它本來就都可以傳 可是你可能還端有 你瀏覽器有沒有辦法解讀 有辦法解讀 有辦法解讀 它才有辦法呈現在你的瀏覽器上面 那早期呢 其實是瀏覽器都沒辦法解讀的 只能解讀文字按照連結 後來加了影像 後來又一直加 又加了很多 那所以呢 我們要稍微了解一下 HPTP協定的內容 然後呢 這個寫錯了 我們現在改用 改用C-Shark在實作 從前我用Java有實作過版本 那第一個內容就是表頭 HPTP協定的第一個內容是表頭 那這個內容呢 它傳回來會長像這個樣子 什麼意思呢 當你這樣子打這個連結 然後瀏覽器 它會傳送什麼東西出去 它會傳送這樣的東西出去 但是當然這個例子不一樣 這個例子它是取 index.htf這個檔案 那以我們現在的網址這個例子呢 應該是取這個檔案 取這個檔案 OK 所以這裡就會換成這個 OK 以這個例子 那後面會加HPTP1.0 get是一種操作 是一種操作 就是說我要取得 OK 那HPTP1.0是指說我現在的版本是多少 現在已經不止1.0了 現在已經HPTP1.0了 現在已經HPTP2.0了 我都搞不清楚 好 那再來第二個是說 我可以接受什麼樣子的得勢 OK 再來我可以接受什麼樣的語言 我所使用的瀏覽器是哪一版 好 那內容的長度 是多長 OK 那HOST 就是 就是那個佔名是什麼 OK 那HTTP2.0 快取的控制是怎麼樣 convention 這個是要持續的連線 但是事實上呢 看起來好像有點複雜 你把後面這個統統都去掉 只留下前面這一行 就OK 後面都是可有可無的 只有第一行是必要 所以是不是超簡單 其實你一個錶頭 只要傳這樣的東西就夠了 一個錶頭只要傳 一個錶頭只要傳這樣 然後呢記得一定要控一行 一定要控一行 他是根據控行來決定 說接下來是內容的 OK 所以一定要控一行 而且這一行裡面 千萬不要有東西 然後接下來呢 他會傳什麼 他會傳這樣 HTML 然後Body 就是你那個檔案的內容 直接把它貼在這裡 傳出去 所以最簡單最簡單的格式 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後面加上HTML 然後你想要傳的內容 好 那這個當然就說 好 就這樣 那瀏覽器那邊就會顯示出來 一個有Hello的網頁 而且只有Hello 對 就這樣而已 所以非常非常簡單 的一個協定 當然他收到這個協定 收到這一個請求 收到這個請求 收到這個請求 就是 這個我點 等一下 這樣子有點誤打 說的 跳得太快 誤打 怎麼說呢 他傳這樣子 然後空白之後呢 誤打 這個是後面回傳的時候做的 回傳的時候才傳這一段回來 所以應該一開始是這樣 他只傳這樣 然後告訴Server Server不是要去取出這個檔案嗎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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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覽器傳送給 傳送給Server 這個部分 然後接下來Server 傳送給 游覽器的部分 OK 才是這個 但是Server傳送給游覽器的部分 也有個表頭 也有個表頭 那表頭長什麼樣呢 就是這個 像這樣 Server傳送給游覽器的部分 有個表頭 表頭長這個樣子 然後 後面才是內容 OK 像這樣 所以這是分兩段 一個是我傳什麼東西 游覽器傳什麼東西給Server 就很簡單 只有一個頭 那 Server傳什麼東西回給游覽器呢 就是 Server要把這一段 這一段的表頭傳回去 那 一個是說 我們現在回傳是不是正常 所謂正常就是這個檔案有找到 檔案有找到 它就傳回200 OK 如果檔案沒找到 它會傳為什麼呢 它會傳回404 not found 所以你常常會看到這個信息 404 not found 對不對 那就是檔案沒找到 好 那如果有找到 它會傳回 content type 內容的型態是什麼 就taste html 代表說這個是一個網頁 html網頁 告訴你 然後接下來呢 是傳回content length content length 就是那個內容的長度 那所以 以這個例子而言 內容長度絕對不到438 因為我是隨便打 那內容長度 以這個例子而言可能只有 三四十吧 就是會把那個長度 長度的內容寫在這裡 然後就傳回 而且 重點是 這裡所傳的格式 全部都是純文字的 全部都是純文字的 前面的表頭是純文字 如果你的內容是html 那當然也是純文字 但是前面的表頭是純文字 如果你的內容是一張影像 那它就不會是傳純文字 它會傳整張影像的那個 會員的內容 那這邊呢 就會是那個影像 會員內容的長度 大小 ok ok 所以我這樣子傳過去 喔 瀏覽器傳過去 然後呢 它就傳回來給我 ok 這我們剛剛解說過了 就不再解說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 寫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呢 我們為了要從簡單開始 所以我讓這個程式 暫時不去處理檔案 我讓這個程式呢 直接 永遠都傳回hello 你至少要能夠在瀏覽器上面 看到一個hello 你才可以宣稱說 我要寫web server 對不對 那就像那個 今天看的那個影片 pcman 他一開始 把那個瀏覽器裡面 打上那個網址 然後呢 他就傳回來第一個畫面給他 然後他很開心說 哇 我居然 其實他不是從瀏覽器 他是寫一個socket的程式 然後呢 丟給 丟那個 丟那個 網址給 給那個bbs 結果bbs就傳回了第一個畫面 那 他就把它顯示在 螢幕上 那慢慢的他做做做就發現說 他做出了一個pcman的 可以用 可以用 瀏覽器去看bbs的東西 那我們一開始也是這樣 我們先設計一個永遠傳回hello 那接下來再去設計一個 比較完整一點 所以我們永遠傳回hello 這個當然這些都是韓式庫 接下來呢 是 我們寫一個叫http server的類別 然後呢 我們一樣我們建立一個 IP endpoint 因為現在是寫server server 所以我要先搶佔一個paw 搶佔一個 一個連接部 那 預設呢 http的預設連接部是80 每一個協定幾乎在 在 規定上面都有規定說 他預設的連接部是什麼 像 email email的預設連接部是25 那 http的預設連接部是80 那 這些東西去哪裡找 RFC上面都有規定 所以 PC面才說 人家告訴他去看一個什麼RFC 結果他看不懂 然後呢 他就 最後找到那個範例 直接拿來用 ok 哇 是這樣喔 因為那個規格你真的看不懂 你知道嗎 那個 那個寫協定的人 我不知道他們那個腦袋是怎麼做的 那 他的想法完全不是我們寫程式的人容易理解的東西 我寫程式的人你就給我一個範例說 這樣子 我就這樣子做就好了 但是寫協定的人他好像為了考慮很多東西 所以他寫的很複雜 舉個例子喔 我現在給各位看 http協定 保證你一定會 會 好 http 好這裡 這個是圍七百科的可能還是比較blendly的 還是比較好看 那圍七百科在這邊其實很好 你看他說game比較 好 然後呢 最後呢傳回來 ok 沒有 ok是一樣 那但是 http 我現在到2.0了 那 那 他這裡 有協定 你看 http 2.0的協定 喔 所以 應該要 用到 他的協定的 網址 好 好 那 我直接打 好 我直接打 好 維基百科的協定 好 維基百科的協定 標準 標準 規格是在 嗯 嗯 居然沒有看到 history 好 好 真正協定標準規格 我居然現在 沒有注意到 看一下 GDP的 HCP 的 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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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指定 喔 好 好 好,我們可以測試HTTP的協定的 這是1.1版協定的內容 我之前看到的也是長這樣 這個可以看到HTTP協定的寫法 覺得很奇怪 Message,Syntheses,Elaughty 現在這一份是主要的,我有點懷疑 反正就是寫的很難懂 你看這個一定會覺得很難過 你看完之後你也不知道要怎麼寫程式 除非你是這種協定專家 那我們柯老師有點像這種專家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更下面 他們到底是怎麼來來去去 那個問柯老師就對了 可能問我就沒什麼像 所以呢,我們看到的是這樣 就是先把Pole站下來 那根據規格呢 你傳什麼給我 我應該為什麼給你 我的程式就做這件事就好 那所以呢,我先站下來之後建立Socket 而且HTTP是建在TCP之上 所以請你用TCP去建Socket 然後呢,把它搶下來 把那個Pole搶下來 接下來開始Listen 我這邊是設最大10個Connection 不過這個好像其實沒什麼效 因為你幾個他好像也不會浪掉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寫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做什麼事呢 Accept 就是接受 有連線進來我就接受 接受了之後呢 我記錄對方是誰 對方的ID 然後呢 我建立一個物件叫HTTPListener 去處理 這一個連線 處理這個連線 把這個Connect Accept完之後 這個Socket傳進去 那建立完之後呢 我建立一個Thread 去跑這個Listener的Run回數 好,Listener的Run函數 好,Listener的Run函數 然後啟動這個Slave 好,所以跟我們之前的寫法 是不是也都差不多 幾乎是一樣 那這個Listener做什麼事呢 Listener 因為我們現在只要回一個Hello 那所以我就只要把Hello 規格的訊息呢 傳回去就好 不管你傳什麼給我 我都不管 我只要傳回給你Hello 就對了 好,所以呢 我們就把 直接把那個應該傳回的那一段 整個印寫在裡面 那也就是HTTP 1.0200 OK,這是Server回傳的部分 然後呢 Content Type 是Test Plan 因為你可以傳回Test的HTML 那你就是傳HTML版的Hello 那如果我今天是傳 Plan的 純文字版的 那我就用Test Plan 這個東西 Content Type 規定這個東西的叫做Mime 就是MatiMedia什麼什麼的所寫 那叫Mime 那接下來最後呢 是傳內容 這裡其實有一個打字錯誤 應該是C-O-N-T-E-N-T 可是我多人好像他還是可以收我 所以顯然沒什麼 他沒什麼在辨認 OK,C-O-N-T-E-N-T才對 多了一個G 好,接下來我們就建立一個Stream Stream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輸出自傳 不是只能輸出Byte 所以我建立一個Stream 再建立一個Reader 然後Reader做什麼事呢 我去讀 對方會傳什麼給我 對方會傳那個網址啊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欄位 然後最後換一個換行 遇到一個換行的時候 就代表結束了 我們剛剛是不是這樣講 對方會傳這樣子給我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堆其他訊息 然後最後一個換行 換行就結束了 所以我現在呢 那我的Server要做什麼事 就是我去讀對方的訊息 先讀 讀到什麼時候呢 一直讀 讀到 對方換行了 對方給了我一個空行 什麼叫一個空行 我讀進來的那個Line呢 你把它Trim掉 Trim就是把空白 頭尾的空白移除 OK 那移除之後呢 頭尾空白移除 那只剩下長度為0 那就是空行 對不對 是空行的話呢 就Black 離開 離開之後做什麼事呢 那我send send什麼東西回去 send這個helloMessage回去 我送一個helloMessage回去 OK 那這個helloMessage 把它轉成byte 欸奇怪 因為照理這樣講的話 我這個reader reader有用到 所以這個Strim是針對reader用的 因為這樣才能readline 那但是我送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用write 我沒有用write 因為我是直接把它轉成byte 然後才送出去 所以我不需要用write write write是writeline 然後寫一個字串出去 但是我 我沒有我自己控制 所以我就 我就這樣傳 那自己控制有老處 就是你可以控制的比較底層一點 好 所以我送回去 就是這一個字串轉成byte 之後 用UTF8的方式轉成byte 就直接送回去 那UTF8是unicode 8個bit的編碼方式 的簡稱 UTF8 好 那最後呢 就關掉 關掉了 送出去關掉之後 那對方收到的就是那個helloMessage 所以我們來試一次 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 也不能說只有10行 因為 因為 其實 我發現它好像 也有 也有個50行 我看一下 60行 對 60行的 所以 離我們的目標100行已經接近了 所以 我們待會的那個web server 不會大太多 好 那我這邊呢 我就把它放到我們的網路 設置設計的資料夾 NP 那這邊 我們先開一個web server的資料夾 好 為了server資料夾 進去 好 那這邊叫hello server hello伺服器 點cs cshout 好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 開啟 Vidget Studio 的命令 因為我們沒有自創的 我們命令就好了 Vidget Studio的命令 2012的命令 好 切到我們剛剛的資料夾 我們是放在lp 放在web server 好就這一個 編譯一下 好 有沒有出來呢 有 hello server 好 什麼訊息都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生出訊息 但是呢 來 看一下 我現在呢 開一個新的瀏覽器 好 新的瀏覽器 為了要對照 所以 我把它拉旁邊一點 讓各位 可以看得清楚 它到底 發生了什麼事 好 好 我們自己這一台的server 我應該打什麼網址 127.0.0.1 或者是local host 那local host也是可以啦 因為它就是代表這一台 好 port需不需要打 不用 因為我們是用意設的80 如果我們不是用80 就要打 那你如果是80的話 打了它也會自動把你鎖掉 好 接下來呢 不用打什麼路徑啦 因為你打什麼路徑的話 其實 它傳回的都是一樣 我們這個程式根本就 就是在混 所以 它傳回的都是這個hello 我不管打什麼路徑 它都只傳回hello 還不是hello 還不是hello 所以我打路徑其實是沒用 因為這個程式太簡單了 它就只是傳回hello而已 啊 不管你打什麼 它通通都傳回hello OK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每次我打一次 它這邊就出現了 一堆 OK 那這裡就會奇怪啦 為什麼我才打一次而已 它要出現這麼多個 那 我總共打了兩次 那第一個 你看到 我們剛剛沒有打網址的時候 它是不是只出現斜線 出現斜線 那個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打網址 就只有這樣 對不對 那它傳呢 它不會把網站的這一個傳給你 因為 因為 它只要給你後面的檔案路徑就可以 所以 這個檔案路徑就是這個顯現 好吧 那 後來第二次我們不是傳SS SYYY ABC.htm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個 OK 所以它會把路徑傳給你 後面傳說 HTTP 多少 那現在這個瀏覽器傳給我們 是1.1 所以現在在用的協定是1.1 其實HTTP的協定沒有進展很多 那 從 嗯 19 9 9394 可能就在1.0 那 現在 還在1.1 所以並沒有改變很多 好 那 你可以看到它有傳這麼多東西給我的 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這些 host 是127.0.0.1 connection 是keep alive 那save 是它可以接收這些格式 那 user agent 是mozilla 5.0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 google的櫃是建構在 mozilla 5.0的上面的 那 mozilla 其實是那個 火湖的那個 mozilla瀏覽器 那 所以他們其實有 同樣的祖先 OK 所以google不是完全自己手寫 它是 它是 open source來改 好 那 再來 你可以看到它接收的 編碼格式 有gzip 這是壓縮啦 有壓縮的時候 它difference sdch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 這些 真正扮演的角色 好 再來 accept language 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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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就指台灣 vh 是 就是 中文 繁體中文 是zh 那 簡體中文的話 是 什麼呢 好像 sc simplified Chinese 好像是 我 我只記得繁體中文 簡體中文 我記得好像是sc 的樣子 那 OK 那 可以接受英文 所以 你可以看到 VHCN VHCN 這邊 這邊的格式 如果是 簡體中文 應該是 VHCN 那 sc 可能是在 其他的地方用的 我 搞不清楚 那 另外 你會接收到 就是我們的 server 還會接收到 像這種 明明 我就沒有下這個 但是它還送 為什麼 你會接收到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是 faveicon.ico 這個圖示 對不對 這個圖示呢 是後來 他們 為了就是說 你上一個網站 有時候 他可以在這邊畫一張 小小的 圖 讓 變成那個網站的標記 好 所以 當我這樣按的時候 Chrome 他會自動去想說 OK 那你有沒有這張小小的圖 如果有的話 他會顯示在這裡 如果沒有呢 沒有就沒有 你沒有什麼給我 我就不畫了 就這樣 那所以 就 他每次我 我打進去 他就 除了主要的這一個以外 他還會去抓這個小的 好 非常清楚 好 那就不用太快 我們先把Hello Server 各位去執行 確定 各位 你了解這個層次 我們再來講 Web7 好 那 層次的 內容 在我們這一個 這一個網頁裡面 可以 貼上去給各位 先試一次 各位先自己試一次 好 那事實上 你不只可以連自己的 你可以試試看跟你隔壁的同學 我連你的 當然也行得通 好 只是你要打的IP 就是對方的IP 但你要請他先把Server 執行起來 presses 不用了 謝謝 高度 皮甜 嗯 謝謝 謝謝 injustice 謝謝 拜拜 你 對不起 你看 這裡 你有 apa neben 一個 不